T426 修場非常之長 放下來之後 它可以蓋住我的手掌 滿扣的做法 吊尖跟蝙蝠袖 這個就是有 然後它的胸圍 離我身體應該有15公分左右 鬆身闊的感覺非常之長 旁邊看呢 會有一個圓虎的開叉 前面跟後面看的時候 是一個平口下板 所以它板型座的非常之大 標準領 皺摺部分 尖銳角 面料也是拼硬 你拿到的時候一定要燙 貼帶部分 左邊胸口一個下擺 兩個非常大的一個大型貼帶 旁邊兩側還有兩個插帶 所以總共一共五個袋子 是一個素色的一個單品 Cityboard有風向 我覺得應該是非常好做 假設你拆開做的時候 往outdoor方向非常好做 那假設你套裝方式做它的時候 玩的就是比例的東西 ZG170 穿L號 它的賣點最主要就是在這個折口 有這個膝蓋的這個折口 可以產生一些陰影 就是說上窄 下也窄 那在膝蓋的這個部分 其實有點偏寬的感覺 視覺的一個層次感 飽滿的程度 會稍微薄一點 全套做素色單品的時候 這時候就會有非常多差異 斜紋工作部 比較細的那種斜紋 它有庫額跟扣眼 它旁邊兩側有送頸帶 它可以正負一兩腰的一個尺寸 所以說我平常穿L號 那只是說M號就偏頸 那XL號偏寬 大概是這個概念 跟扣心 甘利 甘利